所有人不能睁眼 一旦睁开眼睛 身体会被神秘力量控制 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送走 甚至坐进着火的汽车里 把自己扎成炸炸灰 而一个红发女人 正在用头创击玻璃 尽管都溜出番茄汁来 她还是不顾别人劝阻 继续疯狂地使劲装 安娜看到着诡异的一幕 吓得赶紧逃跑 她让妹妹快点开车 然而下一秒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人群拼命地奔跑 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 到处都是汽车装击声 诡异的是妹妹突然双眼流泪 接着变成了黑色 身体不受控制 咔的一脚油门下去 直接创上躺着的汽车 脸儿肯定完蛋了 让安娜看视频点的赞和关注 毛发无伤地从车里钻了出来 妹妹却直接领了河饭 这也太可怕了 她只能跟着银群逃跑 这时安娜不小心摔倒 一个女人想要扶她 突然好像看到了什么 静止朝着着火的汽车走去 结果汽车爆炸 还好男人扶起安娜 躲进一户人家里 他们害怕坏了 这时电视里播报 只要看到空气里的怪物 人们都会不停自杀 黑哥赶紧拉上窗帘 看不见怪物暂时是安全的 然而房主十分地好奇 想通过监控看个清楚 很快一阵阴风吹过 男人瞬间眼睛发黑 渐渐失去了意识 其他人听到动静赶来 捂着眼把屏幕踩碎 可他们睁眼后发现 房主已经领了热乎的盒饭 众人彻底绝望 更让人绝望的是 食物也都吃光了 为了继续活下去 他们必须出门寻找食物 可是外面都是怪物 到底要怎么出去 不用眼睛怎么开车 用报纸弧珠车窗 挡住汽车影像 导航定位好位置 用感应器观察 哪里有障碍物 每个人都胆战心惊 突然咔嚓一下 感应器疯狂报警 显示前面有障碍物 男人把车停下刚要到车 谁知后面也发出警报 可怕的是 他们头顶划过巨大的黑影 小棒吓坏了想要出去 更可怕的是警报显示 周围爬满了东西 突然车子剧烈摇晃 如果再不离开这里 他们全都嗝屁 黑哥赶紧猛踩油门快速离开 众人有惊无险来到超市 他们不敢睁他眼睛 一路摸索前进 进到超市终于安全了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采购 外面就传来疯狂的敲门声 有人在求救 黑哥准备放他进来 可那人突然窗门 三个人都挡不住 关键时刻小胖猛地冲上去 可遗憾的是 很快一滩黑血流了进来 显然小胖领了盒饭 没办法他们赶紧逃回家里 这天两个孕妇同事生产 大家手忙脚乱 而西装男变得诡异 他拿出全只怪物的画像 竟然拉开窗帘 撕掉窗户上所有报纸 随后把黑哥一拳打倒 冲进孕妇房间 快速地拉开窗帘 强迫他们看向外面 然而胖妹躲闪不及 眼睛边黑被怪物控制 他搜得冲向窗户 直接把自己送去了戏北 年轻的奶奶上前阻止 却被禽兽死死包住 强行扒开他的眼睛 就这样奶奶也被脏东西控制 拿起不要钱的剪刀 哭吃扎死了自己 正当男人对阿娜下手时 黑哥赶来干掉了坏人 五年后 两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了孩子 但他们只能蒙着眼睛生活 这天一群不速之客闯入 他们清楚是怪物的信徒 黑哥让女人带孩子先走 自己留下来端后 疯子们把他团团围住 一人拿起钩子 想摘掉他的眼罩 黑哥开始反击 但他也受了重伤 为了给妻子争取时间 他只能拿下眼罩 一枪干掉了所有坏人 不出意外的他也看见了怪物 于是举枪送走了自己 虽然阿娜悲痛欲绝 但为了两个孩子 他只能离开这里 经过两年的辛苦跋涉 终于找到一个避难所 在摘掉眼罩后发现 这是一家盲人员 直入行程的保护罩 怪物根本无法靠近 故事的最后 女主带孩子留在这里 过上了辛苦的生活 影片中从未出现的怪物 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呢 欢迎平日去留下你的看法 这个村庄太诡异了 绝对不允许出现红色 就连刚长出来红色小花 也要立马拔掉 然后挖出巨坑 把它埋起来 否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因为村子里流传着 一个恐怖传说 丛林深处住着 一群可怕的怪物 而红色则是 他们的禁忌色 一旦村里出现红色 或者有人踏入森林 那么怪物就会杀死 所有的村民 为此他们的祖先 和怪物达成了共识 看视频一定要点赞关注 因为这样会让 这样人变得十分好运 一直以来 大家都遵守着约定 可这份默契 却被一个傻墙打破了 他手里拿着的 正是森林独有的红果 当天夜晚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首页的村民 突然听到振振的嘶吼声 起初他还以为 是同伴的恶作剧 可打开地板一看 却发现 竟然是一只红袍怪物 男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回过神后 他急忙拉响了警报 下一秒 所有的村民 开始疯狂地逃窜 陈好见状 赶紧抱起落搭的小孩 接着快速帮大家 关好门窗 可就在这时 怪物凭空出现 陈好急忙躲在木桩后面 好在怪物眼圈 并没有发现 与此同时 安娜正在焦急地 等待男人回家 他是个盲人 唯一能做的 就是伸出双手 突然四周 传来怪物的嘀吼声 安娜顿时哭要带住了 危急时刻 一只大手将他紧紧握住 正是匆忙赶来的陈好 随后所有人 纷纷躲进的自家地窖 此时他们的表情 像集了你手机里的 第四个表情包 不过好在并没有人员上网 可等到第二天 怪事又发生了 村里不仅凭空 出现了一具动物尸体 就连每家每户的门上 都被标注了 可怕的红色印记 很显然怪物 已经盯伤了他们 村长健壮急忙 召开了股东大会 商讨接下来的对策 而为了避免怪物 再次入侵 他们将不要钱的猪肉 扔在了森林边缘 试图祈求怪物的原谅 然而可怕的事情 才刚刚开始 女人们从来不来打姨妈 因为她们十分害怕红色 一旦村里出现红色 或者有人走住村中 村林深处的怪物就会出现 然而一个胆大的村民 偏偏不信邪 穿上黄马褂就想一探究竟 可刚走出森林 突然一道黑影快速闪过 梦圈的陈好有点蒙圈 惊慌失措的 他急忙跑了回去 从这天开始 村子里不断发生诡异的事情 为了能够祈求怪物的原料 他们将优质的猪肉 扔到森林边缘 可怪物根本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当天晚上 村里就出现了许多动物的残骸 一时间整个村庄陷入了恐慌 半夜睡梦中的安娜突然惊醒 她小心翼翼的出门查看 原来是男人担心她的安危 便贴心的坐在门口守护 这样安娜感到十分的欣慰 两人的感情也在这一刻迅速升温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村里的傻强看到 别看傻强有点傻 但对安娜的感情却特别的深 她满脸愤怒的来到陈豪家门口 就在男人想要解释时 哪知傻强二话不说 拿起三十米的巧道 揪着一顿哭吃 咣当一下 男人瞬间倒在地上 但傻强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 确认门口没有其他人后 她又上前继续补了几刀 等到村民察觉到不对时 开始四处寻找受伤的人 而听到消息的安娜瞬间也不淡定了 安娜被气得瞬间上头 虽然收益及时帮男人处理了伤口 但由于医疗条件有限 只好随时都有可能被感染的风险 为了拯救自己的未婚夫 安娜苦苦哀求村长父亲 让她去镇上买药 出乎意料的是 一向顽固的父亲竟然答应了她的请求 但就在领走前 父亲却告诉了她 一个隐藏三十多年的惊天秘密 父亲将瞎子女儿带进小黑屋 这间女孩缓缓伸出了左手 突然 女儿吓得尿不湿都湿了 父亲急忙安抚女儿的情绪 原来村民口中可怕的怪物 其实都是老一辈人假扮的 而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让村民乖乖地待在村子里 因为他们都曾经受到外界的伤害 从而失去了至亲之人 于是便便葬出了怪物的传言 随后父亲叮嘱女儿千万要保守秘密 第二天一早 在两名精神小伙的陪同下 安娜忐忑地往林子里走去 可还没有走两步 他们就听到了恐怖的声音 两个胆小鬼吓得拔腿就跑 留下了安娜独自一人 但为了能够拯救未婚夫 她没有选择逃避 然而下一秒 好在安娜及时抓住了一旁的树枝 这才没有当场野恨西北 好不容易用尽吃奶的力气爬上来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四周就突然传来怪物的声音 安娜瞬间哭腰呆住了 这咖喵的究竟是什么情况 不是说没有怪物吗 女人被吓得拼命逃跑 挂乱中她意外碰到了刚才的哭书 于是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她缓缓张开了双臂 看一个闪现 怪物躲闪不及静止掉进了深坑 当场被树枝刺拳领了和犯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怪物其实是傻墙 原来闭关金逼的傻墙 意外发现了地下隐藏的怪物服装 于是便想吓呜吓安娜 但由于双目失明 安娜对此根本毫不知情 随后女人来到一处围墙 没想到刚犯过去 就被巡逻的管理员发现 虽然小黑不相信她住在森林里 但看着女人满脸诚恳的样子 小黑还是决定帮助她 于是偷偷拿来了药品 以及翻墙的梯子 故事的最后 安娜带着药再次回到了村里 而陈豪也终于脱离了危险 可老一辈的人却谎称 傻墙是被怪物给杀死的 很显然村里的恐怖传说 依旧会世世代代相传下去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更恐怖的传说呢 喝饮料太危险了 9块9的大别墅瞬间颤抖 即使幸运地逃出去 地面也快速地慢慢塌陷 我的妈呀 这也太吓人了 更可怕的是 居然毁灭了整个星球 原来男人受到诅咒 喝下蓝色可乐就会发生灾难 于是打开冰箱 拿了一瓶红色可乐 可诡异的是 红色可乐竟然变成了红色 这什么情况 男人害怕地扔在了地上 等他再次打开冰箱 看到里面的可乐 男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用手指轻轻一点 可乐咔嚓变了色 惊慌的男人瞬间惊慌 凭空变色的可乐 让男人觉得自己有了超能力 于是哭吱又点了一瓶 想着不用手也许就没事 他小心地夹起一瓶 果然可乐没变色 为了能喝到可乐味的可乐 他哭吱一下扎个大洞 谨慎地插上吸管 就到男人以为安全时 刚刺溜了一口 可乐突然变了色 愤怒的男人十分愤怒 他气冲冲地打开冰箱 把里面的可乐都摸了一个遍 妈妈咪啊 竟然全变成蓝色 这下BBQ了还喝个毛线啊 无奈他又去超市采购了两大箱 可双手碰到的一刹那 红可乐又变成了蓝色 为了不被咳死 他只能试着喝一口蓝可乐 可谁知下一秒 整个房间不断颤抖 天花板咔嚓断裂 男人知道情况不妙 迅速逃离了这里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彻底激怒了上帝 导致整个地面塌陷 不管他跑到哪里 都被猛烈的炮火轰击 仅过3.14秒 整个星球彻底被吞噬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红可乐好喝 还是蓝可乐好喝呢 其实我喜欢喝绿可乐 我喜欢喝绿可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